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Jacklyn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专业且很有用的技术分析指标RSI,英文名Relative Strength Index 该指标是在1978年由技术分析大师威列斯·威尔德发明的,已经推出变广受欢迎 现在这个指标被公众广泛接受的主要是它的超买超卖概念 以及其对应的具体数值,比如70为超买,30为超卖,50为中间值 但是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指标原著理是说的不清楚的 所以今天视频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将其应用于实战 首先个人觉得RSI不能作为一个入场信号 潜台词就是说超买超卖这个概念不能作为入场的一个依据 因为RSI是一个明确的症状指标出现的概率比较频繁 夸张点说就是会不断的提醒超买和超卖,对于波动非常敏感 如果按照这个去操作的结果呢 一就是说无法捕捉到完好的趋势 二就是做错方向的概率也会比较大 正所谓反弹可以弹多也可以弹少也可以不弹或是震荡 常常行情就是稍微走一段可能马上就是回到原有的趋势方向 要知道本质上交易震荡指标肯定是一种逆时交易 真正的入场点确认一般是需要挑选万事具备的时机 需要多个条件的反复验证 所以不建议单单是作为凭超买超卖为入场的信号 第二,RSI的背离还是很好用的 作为入场信号的一部分都是不错的 背离就是价格在上升,RSI指标则在下降 或者价格下降,RSI在上升 通常是需要两到三个高地点确认背离 不信你可以复盘看一下 第三,RSI的超买超卖作为出场的信号一部分则是很有用的 超买超卖是明确的提示风险和预警 明智的交易者常常是要及时回避风险的 而且预警的区间超过30和70也都给的非常具体 当然来预警也不是说立马就出场 只是一种提醒 时操上可以根据背离或者K线等其他指标形态来制定出场策略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 运用IS指标的周期选择上也是和众多其他指标一样 需要结合品种在具体的周期上操作会比较好 原则上是大周期比小周期更加稳定准确 但也不宜过大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这些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